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战末期才被发明出来了 但其后各国都开始重点研究它 XH17就是那时一个尝试 当时美军要求制作一架起掉能力高达4吨的巨型直升机 直升机厂商KALIT承接了这个项目 并设计制作了这架XH17 它配有4个高高的带轮子的支架 方便装写大型货物 两个螺旋桨旋转直径更是达到40.8米 这个记录至今都还没有被打破呢 不过在实际研制阶段时 因为技术难关难以攻破又有财务困境 KALIT将项目打包转让给霍华德修斯 这个传奇般的人物是钢铁侠的原型 果然成功把XH17研制出来了 它采取了CJ15滑翔机的双人座舱和H19直升机的机尾 用各种部件拼凑出机身 两侧各安装一台改进过了通用电器 J35污轮喷起发动机 它的起飞重量是23吨 能够携带4.6吨重的物品 这个成果在当时真的非常惊人 几乎是黑科技了 可惜的是 XH17太过笨重 并不实用 一共就生产了一架 在三年的研究后 它最终被取消了 这架具有霸直升机也就此报废了 消失在历史中 视频元素来自Critical Past 由Max Owner创意公园翻译剪辑制作 感受最美的创意生活 请关注Max Owner创意公园